它這樣子外表確實沒有很好看 有可能賣相沒那麼優 但是我們吃到嘴裡才是真的重點 店員是不是不小心把你的披薩烤焦了 然後不好意思講QQ 沒有 沒有 餵它這一塊看它粥包好不好吃 他說起司味好濃 他以前都不喜歡吃餅皮的 這樣子之後餅皮就會吃光光了 嘿嘿嘿嘿 這個醬我 來囉 先給你們看我們的這個頁面好了 蒜香黑咖哩豬排披薩 金 這不是一般豬排醬蜜製蒜味 咖哩醬與香酥可口金黃骰子豬排 搭配綿密洋芋泥 脫蟲口感與極致美味 一口就可滿足 Pizza就是夠黑 在夠味 哇不要這麼多啦 閉嘴啦 來囉給你們看我們的這個 蒜香黑咖哩豬排披薩 5 4 3 2 1 燈燈燈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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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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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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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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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9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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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看不出來 好 那我們先吃一口啦 先吃一口 它這個前端是VIZA中心點 它有放起司的那邊 我們先吃它的那個芝心 配它的那個餅皮的味道 是滿滿的起司味 通通都是起司的味道 就是它中間那邊 它加了很多那個芝心在最中間 所以你第一個咬下去前端 你們看 吃不太出來什麼別的味道 它中間那邊放很多起司 所以你咬那個前端下去 基本上就是起司的味道 吃不太出來什麼別的味道 嗯 基本上沒有 那接下來是我們這個豬排 這個蔥還撒了很多蔥花 我們先吃一下蔥花 這個蔥花給過 這個蔥花就跟我們家 平常吃到的蔥花一樣 很新鮮 應該是當天先買的 它這個醬我先舔一下到底是什麼醬 嘿嘿嘿嘿嘿 這個醬我吃不太出來是 這好像是 這是美乃滋耶 我以為它是黑咖哩醬 它這個豬排上面的醬好像是 美乃滋 它不是黑咖哩醬 我們先單吃一下它的豬排好了 它豬排加起來大概是這樣大 它跟我的這個 一半的臉差不多大 拿來一半的臉一樣大 我們來吃一口 來 我再吃一下 等一下 這豬排不是都是粉 再吃一下 這豬排它的厚度有 我再拿一塊那個 別的臉上面的豬排 給你們看一下 拿一下別的 從上正來 我們來這邊 它厚度是有的 厚度是有的 而且你看它咬開裡面 它的肉還算厚 不會讓你就是那種 吃一下就感覺 什麼東西都吃不到 吃不到那個肉感 就單元不能跟你那個什麼 豬排料理店 然後吃那種炸豬排 那種什麼三四煎塊 什麼里肌肉啊 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 鮮嫩厚一些里肌肉 那種比 但是它這個厚度有 然後外皮也算是酥 一開始我單吃那個 美乃滋醬覺得怪怪 但是一起吃下去的時候 味道就這樣 所以這個豬排是給過的 那我們把它跟這個披薩 搭在一起吃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叫的是 蒜香黑咖哩豬排披薩 我們今天叫的 不是豬排飯 所以我們應該是 重點是要搭配 披薩就是一個 融合 我們現在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不好 跟我們下面的餅皮來一口 來囉 我吃到那個了 我吃到那個了 它中間這個馬鱼竹在中間 它馬鱼竹在中間 吃起來有點像什麼 嗯 我們說 有沒有豬在草原上奔跑的畫面 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我吃不出來這個豬是哪 哪裡來的 有點像在吃那種 那豬排上面吃那種 要是中間又多加一層薯泥 還多了一股起司的鹹香 然後上面一些這個小小的這個美乃滋 和蔥花 增添一些酥脆的口感 我們不讓你吃起來太油膩 我們再吃一口 好不好 再吃一口 我吃到滿滿的水溝味道太酸 太油太好吃了 你們先聽我講一下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急好不好 它這樣子外表 確實沒有很好看 確實沒有很好看 可是我們這個 評一下味道 對 又或者賣相沒那麼優 賣相不是那麼高分 但是我們吃到嘴裡 才是真的重點 我們再來把這一塊吃掉 這一塊吃掉就是 豬排披薩的部分 剛剛最後那一口我覺得是整段 我們剛剛這樣子一整塊 我們吃了這個三口 一口就是前面的這個起司 第二口是比較少餅皮的部分 配了豬排 第三口是比較多後面餅皮的部分 配這個剩下的蛋塊豬排 我覺得最後的一口是最好吃的 因為它最後面這邊 有很多好像有吃到很多薯泥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不到薯泥 只是把薯泥弄成黑色的 店員是不是不小心把你的披薩烤焦了 然後不好意思講QQ 沒有 沒有 沒有一直加味 沒有一直加味 我看不太到薯泥 但是有薯泥 它好像是把薯泥都弄成黑色的 就是染成黑色的 薄薄一層 然後剛剛這個後面這邊 薯泥的部分最多 就有那種滿滿的薯泥 把豬排包覆住的感覺 所以整個吃起來口感是還不錯的 對 雖然味道我覺得 有可能米奶汁稍微有點多 我覺得有點混亂 有點混亂 但是口感吃起來是還不錯的 好啦 接下來我們要到這個部分了 這是我們這個披薩 加了一百塊錢的這個熔岩之心餅皮 這是後面的這個餅皮部分 看起來就是它裡面塞了這個滿滿的起司 好我們先來一口 來 我好像剛剛跟起司在游泳一樣 在泡在起司浴裡面 它這個滿滿的起司 起司的鹹香味很夠 我覺得麵皮已經不是主角了 變成起司才是主角 因為它這個起司給的太多了 就等於好像在吃起司配麵包 已經不是麵包配器了 只是主角配角反過來 把旁邊嬰兒的表情都比較好看 那我給他吃一下 我給他吃一下 餵他這一塊看他戳包好不好吃 嗎 他說起司味好濃 他以前都不喜歡吃餅皮的 這樣子之後餅皮就會吃光光了 明明就你自己偷吃還想騙